宜蘭縣110年度的各項政市各項業務考核成績出爐 三項公所在山坡地水土保持維護 陸品專案評比以及財政考核都拿下了第一名 其中財政業務督導考核還拿到了進步獎 總共放回了320萬元的獎金 昨天在縣務會議當中由縣長林茲廟親自頒獎表揚 三星大躍進 三星正在改變 專官的陸品的評比在山坡地管理 我們公所在稅稅的管理 還有我們全國綠美化城市的植栽 我們都紛紛得到第一名 這表示到我們公所所謂當中大家的努力的成果 我們要將這些成果來分享給全三星鄉的鄉親 結果要來希望歡迎來自專官 全國的鄉親 因為大家都可以來三星觀光剃圖 大動三星觀光發展以及農業農產品的發展 新鄉長李志勇把這份榮耀跟全體鄉親分享 並也感謝公所團隊以及鄉內各村長 林長跟代表等人的協助 強調鄉親的支持是公所最大的動力 至於獎金的部分 會持續用在提升鄉內的生活環境 我們現在都紛紛得到三百多萬的獎金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獎金好好利用 把我們三星的基礎建設做更豐富更豐富更好 基本說我們現在很多道路 也目前統計起來 我們全三星大概有三百公里的鐵路 我們在這兩年外來 已經將萬星新創新創新 已經八十幾公里 就是說已經有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強 我們都把它創新創新 所以說這次的地道我們政府的懇吊 我也要感謝我們全所有的鄉長 我們的鄉民代表 共同的歡迎 讓我們有建設的基礎 未來我會繼續跟我們所有的鄉長代表 以及我們的鄉親共同各地做很綿密的配合 把真的有需要改善路段 我們緊急增出 建設經委來緊急增出 讓這三星真的可以特地的路平觀光 非常普及化 而且非常舒適 可以很爽快來三星剃頭的這個鄉長 儘管三一鄉人口數採一萬多人 公所財政有限 但公所團隊努力開源節流 做好預算管控 在有限的經費下發揮最大效益 讓三星鄉的各項建設得以健全發展 宜蘭新聞記者劉耀珍 採訪報導 今晚的新聞記者劉耀珍 採訪